这是一台iPhone 我们打开B站 发现有5秒的开屏广告 关闭之后再次打开 同样又给我看了一遍广告 我这年度大会员就这待遇是吧 但其实去除开屏广告非常简单 打开SFARI搜索器 在地址栏中输入 bilibili冒号双斜杠 然后确认 SFARI就会弹窗提示你 我们点击打开 就会直接进入B站首页 你会发现刚才的开屏广告不见了 没错 我们现在就实现了 iPhone去广告 嗨大家好 我是小雨 我们前面虽然实现了iPhone去广告 但有一个非常麻烦的点 就是必须得从浏览器中打开 这显然比跳过开屏广告更加复杂 那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然有 打开会计指令 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新建一个会计指令 点击添加操作 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URL 剩下滑动点击打开URL 然后输入bilibili冒号双斜杠 OK 这条会计指令我们就做完了 运行一下会计指令 第一次运行需要手动同意 之后就不需要了 OK 这里也是无广告进入了b站 返回快计指令界面 然后长按刚创建的快计指令 给它重命名一下 OK 然后再长按点击分享 填加到主屏幕 点击logo 换上b站的图标 OK 点击添价 以后我们只需要在桌面 点击 把这个b站 就可以无广告直接进入了 咱就说这都分享给修宁们了 要个三连 不过分吧 除了b站 很多软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广告 腾讯视频 美团外卖 微博 菜鸟等等 而这种方式就是UIL scheme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成 移动端 不同软件之间的挑战策略 除了打开某个软件 我们还可以打开某个软件的具体功能 比如输入账行指令 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的付款码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用过类似的功能 但很少有人知道原理居然这么简单 对 你没猜错 淘宝提供了非常多的URL方案 以便你从任何阴影中打开淘宝 正所谓条条道路通淘宝 这个路就是URL scheme 而通常这种方式只需加载必要的资源 所以很多时候比你直接打开淘宝还要快 但也有像知乎这种 无论挑战到哪个功能 也都会让你强行再看一遍广告 那么这种方式就无法去除知乎的开评广告了 但我们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去广告 但这并不是本期视频的重点 咱们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URL scheme原理非常简单 但每个软件的URL却是不固定的 像B站和知乎都是使用的拼音 而支付宝则是用的拼音加英语 Chrome又变成了两个单词的组合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小语已经给兄弟们准备好了 常用软件的URL方案 甚至还做了一个 帮你一键获取APPURL的程序 你只需要输入软件的名称 它就会返回你该软件常用的URL 并给出功能解释 但无论哪种方式 我都会放在视频简介中 小伙伴们自行获取即可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 投币 加关注 我是小语 包爱 一个分享软件网站黑科技的封号学习不足 我们谢谢再见 拜拜